那接下來我們就把時間交給蘇醫師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下午平安 我是蘇光宗 蘇東或者蘇光明的光 宗靜的宗 往台下看一看 看來很多看我在從台北教會長大的長輩 增長腦在做 也有很多台北教會的同庭是我看著他們長大的 我在台北教會已經很多年了 受洗到現在已經45年了吧 我服務的醫院是私立和平醫院 是公家醫院的系統 就兩棟建築和和平平的醫院 中型的醫院不是很大型的醫院 那是屬於一個社區的醫院 就位在社區裡面 所以我們有很多公共衛生的任務 市政府有給我們一些公共衛生的任務 要負擔負擔一些社區的衛生教育 還有健康教育這些 那我從事的科次叫做衛腸肝膽科 那我記得好像去年 我比較常在長青團系上課 上一次還在長青團系講完了消化道 那消化道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們的工作就是口到門一條路 那每天做的工作大概就是有洞就鑽洞 拿一個衛鏡 衛鏡就是我們吃飯的工具 內視鏡 那有洞就鑽洞 看到洞有破洞就補洞 沒有洞就打洞這樣子 這是我們的消化內科醫學會的理事長 在我們出入行的時候給我們的介紹 那差不多我們大概就是內科裡面的水電工 那比水電工 我們現在比水電工好一點 內視鏡比較進步一點 如果裡面有破掉 我們用內視鏡進去補就可以了 那你家裡面的水管破掉 要把牆壁敲開來 那幾年前大概如果什麼未出血 還要開刀治療 那因為內視鏡的進步 我們在這一方面搶掉了外科很多生意 初血我們大概八成可以用內視鏡進去止血 那我們是內科裡面的水電工 那當然消化科不只是一條管道而已 它旁邊還有很多的器官 那肝臟器官 然後胰臟的器官 這些器官在一起 所以整個加起來是一個消化道 所以我們的理事長也跟我們介紹過 胃腸科就是 胃腸肝膽科 發音不太好的話就是 非常簡單科 內科裡面愛念書的人很多 念書的人可以去念這個神經科啦 內分泌科這些 這比較高深一點 那我們這種不太會念書的人 喜歡動手的就來做這個胃腸肝膽科 那我記得我們的胡班長不在座 我上禮拜一直跟胡班長說 他問我說要講什麼題目 我說我好像剛剛講完腸胃道 不然就來講個肝病吧 我才跟他講了一天 第二天他就把海報做出來了 好厲害 我們這個中間團氣高手如雲 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肝臟 題目是肝病無聲的殺手 那這一張幻燈片是我上次在 長青團氣講的最後一張幻燈片 那今天我們在講序集 這一張圖片是我們小時候 念的一個童話故事吧 我們這邊是翻譯叫做綠野仙宗 是一個美國人寫的這個童話小說 英文好像原來叫做奧茲國的探險 OZ 裡面有一個女主角嘛 叫陶樂師對不對 其實那個故事內容 小時候我看過啦 其實已經有一點忘掉了 好像他要去尋找 陶樂師的目的不知道是尋找什麼啦 那路上有碰到 碰到一隻獅子 碰到一個 後來碰到一個機器人 那又找到一個稻草人 他們好像一起去 一起去尋找一個東西啦 那聖經裡面有一句話 這相當有名的 在這個詩篇九十篇第十節 摩西很早就寫下來了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 若是強壯可以活到八十歲 那後面就是其中所淫花的 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 我們便如飛而去 那如果我們把人生 八十歲分作四個階段來看的話 那前二十年好像這隻獅子 前二十年其實人生的 神給人 神創造的人就是這樣 你如果健康的出生的話 前二十年很少會生病 其實現在醫學的進步 我們現在平均大概可以活到八十歲 看世界先進國家大概都是八十歲以上 像德國 法國 英國 歐洲這些先進的國家 大概都是在八十三歲上下 亞洲幾個先進國家像日本 韓國 也都是八十多歲 台灣表現也不差 其實日本有八十三歲 那台灣其實現在已經有八十歲了 看到這個有的時候也會 科學家 謝謝 科學家有的時候會講說 我們人現在科技進步 有一天可以讓人活到一百二十歲 我覺得不太可能 聖經已經講了八十歲 我們現在進步到 一個先進國家進步到八十歲 看一看 看到聖經平均壽命到八十歲 也會覺得說 好像大概世界的末日也就快到了 你想人有可能到 平均壽命有到一百二十歲嗎 聖經要改寫嗎 不太可能 那醫學的進步 是讓我們很多在同年 而孩童時候過去難產 父母親母子皆上升 那這些婦產科的進步 還有小兒科的進步 讓一些本來出生容易夭折的孩子 能夠存活下來 所以在二十歲之前 人幾乎很少生病了 強壯的跟一隻獅子一樣 所以那時候陶樂斯碰到這隻獅子 就是一個好像一個有勇無謀的獅子 很強壯到處橫衝亂撞 結果他要跟著陶樂斯去找 需要一個勇氣 那後來又碰到一個機器人 那我想我們二十歲到四十歲 我們的人生在這個階段 二十歲到四十歲 有一點像機器人 你大概學業完成之後進入公司 然後像很多進入公司之後 就像進入一個生產線一樣 像機器人一樣 每天固定的上下班 固定的道路 回到進了辦公室固定的工作 固定接觸的人 下班固定的路線回家 有點像機器人 不過鐵打的人也很強壯 也許偶爾會有一點 生鏽要加一點油 四十歲也很少生病 四十歲到六十歲 經過風吹日曬 好像是稻草人 風吹日曬之後有一點脆弱 雖然稻草人他需要找腦 我覺得也許稻草人在這個時候 他可能需要找一顆軟一點的肝 那這個吳婆在那個故事裡面 做什麼角色我已經記不得了 不過有一個老人家就是 像我們這種老人家 過了六十歲之後 可能需要做一個健康的檢查 所以接下去大概我就用我這個 平常工作的一些心得 工作的一些經驗和念書的心得 我很喜歡學這個 簡傳到這一句話不錯 工作的經驗和念書的一些心得 跟大家介紹一下肝病 那我們對肝臟要有一個初步的認識 肝臟是體內最大的器官 但是是體內第二重要的器官 哪一個最重要的器官 下面再跟大家解釋 那肝臟是體內唯一能夠自然再生的器官 肝細胞是很奇特的細胞 它發炎壞死之後 它可以再生 所以在動物的實驗 在人體也是一樣 動物實驗把肝臟切掉三分之一之後 它可以再恢復那三分之一 可以再長回來 然後恢復它的功能 那這就讓醫學上有可以移植肝臟的機會 那把健康的人的肝臟一部分移植給這個需要肝臟的人 那健康的人不影響他的肝臟的功能 那可以讓需要肝臟的人也能夠得到他需要的 恢復他需要的肝功能 那體內最重要的器官是什麼器官呢 我想這個應該沒有話講 我們把這個最重要器官 讓頭腦去承擔這個體內最重要的器官 那對於我們這個屬靈來講也一樣 我們講教會 基督我們叫做教會的頭 那我們都是互為肢體 所以我們所有在座的人都是第二重要的 教會裡面第二重要的器官 我們一樣的肢體 我們都身為肢體 身為肢體我們把這個頭讓給基督 那所有的肢體都是一樣重要 那對肝臟我們有一些認識 肝臟的英文叫做diver 那如果沒有看過 不知道肝臟多症 光看這個字 我想也應該知道肝臟對於我們的生活有多重要 看這個字 看起來裡面有包含一個生活在裡面 LIVE 這肝臟 所以即使沒有 普通人看到這個字也覺得說 這好像是跟我們生命非常相 非常重要的一個器官 那拉丁字的字是叫做hepatic 那這個字是怎麼來的 hepa就是六角形的意思 那如果把組織學的那個 就是在顯微鏡下看著肝細胞擺上來的話 肝臟是六角形的 那五角形叫做penta 所以五角大小叫pentagon 那四的話就是tetra 那大家對於這種字根了解一下之後 那所以這個後面 那肝臟發炎我們叫做hepatitis 這個字根itis是發炎的意思 那這個 字根叫做mathoma的這個叫做腫瘤 所以這幾個字都是很常見 那hepatitis就是我們常見的肝臟發炎 hepatoma就是我們常聽到的叫做肝腫瘤 那剛才這個代理班長 班長跟我們講 這是一句很好的廣告詞 所以如果肝不好的話身體會變彩色的 好如果你的肝 這個是一個人的眼睛 這是一個人的眼睛 當肝不好的時候這個結膜會變成黃色的 那個叫做黃膽 那黃膽是我們體內肝臟的一種 代表肝臟的一種排毒的記號 當你的這個膽色素排不出來的時候 它會沉積在皮下 還有跟在眼睛裡面的結涕組織 那跟這些結涕組織結合之後 眼睛會變黃 皮膚也會變黃 那除了這個皮膚變黃之外還有很多 那身體上會出現一些小的紅斑 如果大家注意看肝不好的人 伸出大家的手看一看 我們的手掌大概顏色也是很均勻的 如果手掌肝病的時候會出現叫肝掌 那肝掌就是兩邊的這個叫做Cynar nerve 就是小魚肌肌 這兩塊魚肌肌會變得很紅 會變得很紅 肝不好的人會 那手掌會很紅 身體會變得很多彩色 那肚子會變得 皮膚會變得很黃 然後肚子會鼓起來 會有很多的水 肚子會積很多的水在腹部裡面叫腹水 那出現這種現象的時候 大概都是肝臟肝病的末期 末期 但是早期的肝病這些症狀都還不會出現 所以你如果身體健康的話 人生才會彩色的 像這個彩色的氣球一樣 這是一句很好的廣告詞 所以我把它拿在這邊引用 剛才我們班長也幫我引用了這一句話 那肝臟的研究它有很久的歷史 我們看聖經裡面大概大部分提到肝臟的時候都是獻劑 肝臟裡面的脂肪很多 所以都是用在獻劑上 但是這個肝臟很早很早的時候 這在以西節書21章21節裡面 以西節先知看到一個異象 看到那個巴比倫王在岔路上 很早這個肝臟就用來做占卜用了 所以很早人類對這個肝臟就是很好奇 很大的一塊紅紅的 犧牲的動物之後拿出來一塊很大紅紅的肉 然後不知道什麼他們拿來做占卜 那這個是一個陶土做的肝臟的形狀 這是在巴比倫時代的一個古文物吧 聽說現在是藏在大英博物館 在教科書上寫到這個陶土的文物 這是紀元前兩千多年 也就是距離現在四千多年 他們做的一個陶土的模型 從這個模型裡面我們就可以看到 他大概已經知道 大致上他們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肝臟分成左邊右邊兩葉 所以中間有一個凹陷 那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凸起 這個是他們觀察到這個膽囊 肝膽本來就是一家 所以肝膽相照是互相照護 那肝膽也是一家人 因為膽汁是從肝臟裡面分泌出來的 然後儲存在膽囊裡面 所以這個很早的這個模型 他們就已經把這個膽囊的這個形狀造出來了 上面有一些孔 聽說是他們占卜用的插的一些竹籤 然後看上面有一些文字 當然我看不懂 教科書上也沒有多做解釋 那大家也是猜測這些 他們插的一些竹籤上去 看他怎麼樣肝臟變化來占卜 那後來漸漸的到了這個 這個是青銅時候做的這個模型 這個是大概紀元前兩三百年的肝臟的模型 那這個時候可以看到這個膽囊 他們已經做得很大了 大家觀察到膽囊 這個一個很大的膽囊 這邊凸起來代表什麼肝臟外面跟脹氣的連接之類的 那這很早就用來做這個占卜 那其實一直到很早人類對肝臟有興趣 可是對它的功能一直不是十分了解 來做這種神秘的占卜的研究 那即使到今天我們對肝臟的功能還是了解一部分 但是卻沒有辦法取代它的大部分 所以目前肝病我們沒有洗肝肌 大家知道腎臟不好 人還可以正常的活著 可以做我們醫學叫血液透析 或者是叫洗腎 可是肝臟不好大概就沒有希望 就沒有希望 除非患肝 除非你有得到一個健康的肝 那其他洗肝劑 這個目前都還是尖端的研究 但是突破的速度還是緩慢 那所以下面跟大家介紹幾個最常見的肝病 我們知道最常見的肝病就是病毒性肝炎 病毒性肝炎這幾個框起來叫ABCDE 還有一些其他的目前還在研究很少見 那D型肝炎跟E型肝炎也很少見 D型肝炎因為它一定是負責跟著B型肝炎一起感染的 所以我們介紹B型肝炎 那E型肝炎在台灣很少見 可是在東南亞就是印度那邊會流行 有流行 那E型肝炎得到的話 孕婦得到的話死亡率很高 所以只要勸孕婦不要去東南亞 這樣大概就可以了 那所以我把它簡單的介紹一下 ABC這三型的肝炎 A型肝炎是我們大概感染率最高的肝炎 那它是經過糞口傳染 就是它的病毒是會從我們在腸胃道裡面 肝臟複製之後排到腸胃道 腸胃道從糞便排出來 那糞便排出來之後因為不衛生 我們小時候吃的都是叫做有機肥料的植物 都是人體的糞便去養的植物 所以那時候A型肝炎 在台灣另外就是我們華人吃飯的習慣 其實這個筷子吃飯 所以在台灣大概九成的人都感染過A型肝炎 我們體內大概都有抗體 那A型肝炎它的後面也不太重要 就是第一個因為它不會造成慢性的感染 就急性的發炎之後症狀很短暫時間就過去了 那很多我們年輕的時候感染過 症狀也許像腸胃道感染一樣 卸個肚子有一點疲倦 胃口不好幾天 那體內就開始產生抗體 就恢復了 A型肝炎會不會造成猛爆性肝炎 就是大家聽到最令人害怕的這個名詞 醫學上現在雖然比較少用猛爆性肝炎 但是這個肝炎來跟病人 一般人解釋的話還是蠻好用的 他們聽到這個知道很危險 那A型肝炎幾乎不會變成猛爆性肝炎 機會很少啦 所以在政府到台灣之後有一陣子是推行 叫做免洗餐具 就是吃免洗 因為這樣比較不會傳染 所以我們小時候吃了 用很多這個什麼保利龍餐具 吃 那現在因為環保的關係 所以又把保利龍餐具又通通被淘汰了 用這個鋼汁的餐具一次性的餐具 可以消毒的餐具 只要熱水清洗過之後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時代的變化 也是對疾病的了解 所以一些生活習慣也改變了 我們小時候真的用很多吃什麼熱湯 都是吃保利龍餐具 吃進也不知道吃進多少毒素了 那B型肝炎目前還是我們這個華人圈裡面 最影響我們健康最厲害的這個病毒 B型肝炎它的來源 它是血液或是體液 那要經過黏膜的傳染 所以要經過這種血液 經過這個 或是口腔這些黏膜的傳染 那它的討厭它是會變成慢性 那會變成慢性 慢性就會造成我們一輩子的肝臟的傷害 那還好是現在有疫苗的出現 那民國73年出生的小朋友 大概是現在30歲以下 大概都有打過疫苗 那我們這一代 我們這一代根據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他們的統計 我們這一代的代元率 大概台灣的代元率是15% 也就是六個人 路上六個人裡面 就有一個人是B型肝炎的代元 所以其實我們大家再做看看 應該也很多代元的機會 那現在經過疫苗的注射之後 這一批大概73年之後出生 也就是30歲左右以下的這些小孩子 他們的代元率大概不到1% 這不到1% 那台灣是全世界第一個 用B型肝炎疫苗來預防這個B型肝炎的例子 那現在幾乎所有全世界大概100多個國家 大概都是打疫苗 那再來就是這個C型肝炎 C型肝炎它的傳染途徑跟這個B型肝炎一樣 血液的傳染或者是刺青 什麼穿耳洞這些 有這種有血液接觸的這種機會 還有什麼洗牙齒這些東西 青牙這些傳染 那它也是經過黏膜傳染 那C型肝炎跟B型肝炎一樣 它也會經過這個 它也會變成慢性 那預防的方法B型肝炎有疫苗 可是C型肝炎目前現在沒有疫苗 所以也只能做這個預防性 避免這個體液的接觸 那在全世界這種肝炎流行的情況 我們看一下 A型肝炎還是最多 因為這個病從口入 病從口入 那B型肝炎是第二多 那再來就是C型肝炎 那C型肝炎是在1991年才被發現的 在1991年之前 因為只知道有A型肝炎、C型肝炎 所以我們那時候把很多在病房發現的病人 肝功能不正常 驗出來也不是A也不是B 我們就都要叫Non-A Non-B 那後來終於在努力把病毒發現出來 發現人裡面好像有一個是華人 所以那時候原來叫做Non-A Non-B之後 後來就變成了很多次因為C型肝炎的感染 那當然在很不幸在1991年之前 有一些不知道篩檢C型肝炎做的手術 而輸血的就感染到的C型肝炎 那之後變成慢性的肝炎 那然後再一系列肝病 那我們看一看這個A型肝炎流行情況 大概在亞洲人口很稠密的地方 亞洲還有這個非洲都是流行很高的地方 那幸運的是這個A型肝炎 它不會變成肝慢性 所以只要預防怎麼樣預防 勤洗手 在勤洗手 我們在醫院大概每天都會 大概隔一陣子就會叫 抽查我們洗手的狀況 而且在醫院裡面還有很多這個 有很多細胞隱藏在裡面 會抓我們有沒有洗手 那有很多的口訣 什麼接觸病人前接觸病人後 五個情況之下你要洗手 然後要怎麼樣洗手 上戳 每個地方都要洗到 那但是洗手是 的確目前統計起來 洗手是對傳染病預防最好的方法 那吃東西之前要洗手 那如果去流行地區飲用瓶裝水 或者是煮沸的水 那其實我們這邊本身也是流行地區 所以我們大部分人感染過 那我們要出去旅行的話 大概沒有什麼關係 只是歐美的人 他們如果要來東南亞旅遊的話 在他們國家可能會叫他們打一下 A型肝炎的疫苗 那A型肝炎因為不會變成慢性 所以比較不是那麼重要 那B型肝炎 B型肝炎它的潛伏期 也就是你感染到之後 到你臨床上發病的時候 它平均大概是兩到三個月 但最長可以潛伏六個月 所以我們碰到病人之後 都會問他 他最長半年之前 有沒有去什麼地方旅行 有沒有做一些危險的行為 穿耳洞洗牙這些 輸血打針這些 那出現黃膽大概只有30%的人會 但是出現黃膽是一個不好的現象 出現黃膽的時候之前 它們會出現小便會變黃 在皮膚變黃之前小便會先黃 但是那種小便黃是黃到 醫學上叫做T-color urine 那我們會跟病人講說 你的小便有沒有像烏龍茶那麼 像外面賣的烏龍茶那麼黃 那有一些病人講說 他很多人都講說 尿本來就黃黃 但是平常我們多喝點水 那個尿液大概就會被吸濕掉了 那這種黃膽引起的那種黃 是黃到烏龍茶或者像紹興酒那麼黃 那還有很多病人會來跟我們講說 平常好像很疲倦工作 早上很累啊 那我想有上班的人沒有人不感覺累的 每一個人都會累 但是你得到肝炎 肝炎引起的那種疲憊 是你幾乎那種叫早上是躺在床上 不想爬起來 然後也不想吃飯 飯就是真的是沒辦法活動 躺在床上不想起來 那悶爆性肝炎雖然不高 它大概只有0.5%到1%的人會產生悶爆性肝炎 但是悶爆性肝炎的死亡率卻高達90 所以如果病人進來 我們會跟病人先跟他們講清楚 就可能病情的發展 那因為這個慢性肝炎它會造成慢性的感染 但是這個病很有趣 就是你如果是嬰兒 台灣的慢性肝炎 這個B型肝炎大部分都 我們叫做母子垂直感染 就是媽媽在肚子裡面的時候 因為這個病毒會經過胎盤 所以經過胎盤就讓小孩子感染到 那小孩子因為他的免疫系統不完整 所以他會變 沒有辦法區別這個病毒 所以就會變成跟病毒 病毒就會看進人體的DNA裡面 就所有這些病毒裡面 只有這個B型肝炎病毒 它是DNA 其他的病毒都是RNA 這個我們人體的是有DNA 所以這個病毒是DNA 所以它會躲進人體的肝臟的DNA裡面去 所以很難消滅它 到目前為止我們對肝臟B型肝炎 還沒有根治的藥可以根除藥 那只有靠疫苗 那現在在吃的B型肝炎的藥 能夠控制病毒的藥 都是從研究愛滋這一方面 不小心發現說這個可以控制愛滋病毒 結果發現它也可以抑制B型肝炎 所以就把它拿過來 來作為B型肝炎病毒的控制 那如果是你成人的時候才感染 成人的時候才感染 因為你本身有免疫力 所以會認得這個病毒把它清除掉 所以如果是20歲之後才感染 只有10%的人會變成慢性的代言 但是這個東西最討厭的就是 幼兒的時候就感染 慢性的感染的急性發作 成人的時候急性發作 那我們很難區分 很難區分它原來就代言還是後來 但是追蹤之後發現 如果這種是原來就代言的人 它急性發作之後病毒不會消失 如果反覆發作幾次 就很容易引起肝硬化 那我們再看一看B型肝炎 全球流行的情況 跟剛才那個A型肝炎幾乎是類似 亞洲地區是高風險區 它這邊紅色是大於8% 那台灣是非常的高 我剛剛講過我們的平均代言率大概是15% 那亞洲還有非洲地區 這個都是高代言的地方 那對B型肝炎感染之後 大家會拿到 如果你們有做健康檢查的話 會拿到這種健康檢查的報告 B型肝炎最重要的是這一個 如果是我們成人時候的感染 如果成人時候感染是這個 B型肝炎我們HBSAG 最重要的是這一項 如果這一項在血液中是有陽性的話 那代表你的體內有病毒複製的情況 就是病毒會在你的體內產生 它會生產 但是在成人感染 自己我們可以產生抗體 自己可以產生抗體 所以這個表面抗原慢慢的就會消失 然後我們的抗體就會出現 這是成人期 如果是你成人的時候感染 正常是這樣走這一條路線 走這一條路線 那但是我們台灣大部分的人 是因為在嬰兒時期就感染 嬰兒時期就感染之後呢 你體內的B型肝炎抗原 就不會消失 一直幾乎是存在終身 就最上面這一條線 最上面這一條線 這樣就變成慢性的感染 那慢性的代源就很容易造成肝臟的肝硬化 那後面在肝硬化之後就會產生很多肝病的併發症 那西型肝炎病毒 西型肝炎病毒感染之後 因為它沒有疫苗 你體內的抗體也沒有保護的作用 所以我們只能預防 那還好西型肝炎的感染它的途徑 我們看看統計起來 大概最多是因為藥物的濫用 藥物的濫用 那在我們臨床經驗裡面 大概西型肝炎感染 大概大部分是跟艾滋的感染在一起 藥物濫用 因為平均統計他們這種注射 喜歡注射藥物的人 一個針頭大概是五個人一起用 所以大概西型肝炎最常是從這地方感染 那西型肝炎會經過性行為傳染 所以夫妻如果有一人感染的話 我們會叫夫妻一起來做檢查 那剛才還跟大家提到 就是過去不知道 還西型肝炎之前 在1991年之前 動大手術輸血之後的感染 那有一些是在醫院工作者 我們這種都是高風險的 因為我們常常在接觸血液 所以要保護好自己 那肝臟是一個 沒有足夠痛覺神經的器官 所以它是一個沉默的器官 那也就是說如果 有很嚴重的肝病的時候 可能你自己沒有什麼感覺 神設計的肝臟 內部是沒有什麼痛覺器官的 它的外部有一些感覺器官 那感覺神經 那肝臟如果臟 臟到很臟的時候 可能會有點感覺 但是平常你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所以它是一個 安安靜靜的器官 所以我們平常要做好健康的檢查 那除了這種病毒肝炎之外 這個脂肪肝也可以導致肝硬化 A型肝炎不會產生慢性化 B型肝炎目前有疫苗可以控制 那C型肝炎現在有藥物可以治療 最近大家看到新聞就是 C型肝炎的藥物出來的 大概都是只剩下錢的問題 那藥廠研發出來 現在大概藥物 C型肝炎的藥物 最貴的藥是一顆一千美金 一天吃一顆 但是要一千塊美金 有病人有錢人他們可以吃 但是幾乎可以 治癒率是百分之九十幾 所以未來大概 只要他們的藥廠專利到的話 大概C型肝炎治療並不成問題 問題還是在B型肝炎 B型肝炎會躲在人體的DNA裡面 所以沒辦法清除掉 那靠疫苗可以保護 但是這一群孩子 就是30歲以下的 他們打了疫苗之後 抗體比較會自動消失 疫苗產生的抗體 好像比較不容易持久 但是身體自己感染之後 產生的抗體比較能夠持久 所以未來這一批30歲以下的小朋友 他們長大之後 政府現在大概在入大學之前 會替他們驗一下 體內有沒有B型肝炎的抗體 那有一部分 大概就百分之十幾的不產生抗體 那就再加打一針 那就可以有差 所以B型肝炎看來以後 也許用疫苗也可以控制 那C型肝炎可以靠藥物來治療好 標準的目前藥廠的治療是一顆 一千塊美金 我想未來會降價 但是要吃三個月 聽說一個療程是兩百多萬台幣 那有錢人現在可能吃得起 但是現在大部分 我在我工作醫院的那邊 病人大概還沒有一個人 願意自費吃這個藥 但是未來還有一個脂肪肝 還有一個脂肪肝 所以新興的一個疾病是脂肪肝 脂肪肝也可以導致肝硬化 歐洲人很喜歡笑美國人 歐洲的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 他們說到美國去住了幾個月之後 就變成這個樣子 歐洲人比較喜歡笑美國人 到美國 美國的肥胖問題是的確嚴重 所以他們研究脂肪肝的這個 都比我們先進 我們在亞洲好像肥胖病不是那麼嚴重 但其實現在 因為大家的生活也好了 也好了 所以脂肪肝也比較多一點 不過講到大衛像 在我念書之前 我可能跟大家一樣 焦點都集中在中間那一點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真的看過這個大衛像 真正的大衛像 我是沒有看過 我看過是仿製的像 但是我在電腦上看過 360度轉一轉看看這個大衛像 念書之後 越看大衛像 越覺得這個米開朗基羅 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這真的是一位曠世奇才 他不知道研究過多少 做過多少屍體的解剖 其實你們如果可以 也看一看大衛像 我想如果看到真機的話 應該會更被他的天分所震驚 其實大衛像你注意看的話 他那個手 肌肉 血管 每一條肌肉 都做得非常的細緻 所以他對人體的研究應該是 他背後 那最重要的是 你看大衛他那個自信的眼神 自信的眼神 所以這個大衛和哥利亞的決戰 這種故事 難怪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故事之一 大衛聽說也是全世界最常被人 最多人取的名字 大衛 到美國之後變成這個樣子 歐洲人喜歡笑 美國真的是肥胖很嚴重 那另外一個就是喝酒 酒精的問題 酒精的問題 現在大概生活好之後 喝酒的人也越來越多 B型肝炎 西型肝炎 經過控制之後 但是我們台灣因為很多人 他們也許知道自己有B型肝炎 但是也許不知道 喝酒上癮的人好像什麼都不管 他只要有酒就可以了 一有錢就去喝酒 那喝酒要付出很難貴的代價 再來不要亂吃藥 藥物也會引起我們的肝臟的 慢性的肝病 那這個是給大家這邊做一個例子 這是英國的一個例子 英國他們有一個很奇怪的習慣 他們這個 這個藥學名叫paracetamol 它在美國叫做acetaminophen 在台灣我們叫做punatin 就是感冒最常用的藥物 punatin 那藥物引起的肝病有兩種 絲絲有兩種 藥物引起的肝病也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你吃的劑量有關 就是你不管你吃 你只要吃到一個劑量 不管是誰 你的肝一定會受傷 那這種藥就是一個例子 這個punatin 一天一顆 現在市面上大概一顆是500mg 一天大概你如果吃超過20顆的話 肝臟一定會受傷 這是第一種 那第二種就是個人體質方面 英文叫做ideosyncratic 就是特異體質 那個就是你 有的人我也許吃了10顆沒事 但有的人吃一點點就會有事 那我們台灣的習慣是很多人吃中藥 草藥或是黑藥丸 還有很多親友介紹的什麼 魚油補品 維他命 來度不曉得 很多各式各樣的藥 那有的人吃了沒事 有的人一吃肝臟就會發炎 那這英國人 他們年輕人 大概這個在國外 他們這個叫做pinkiller 英國人他們不知道什麼原因 他們自殺很喜歡吃這個藥 也許他們認為說 因為這個是pinkiller 叫做吃了會不痛 所以我大概吃下去不痛 我就死掉了這樣最好 所以英國人很 從前吃這個藥自殺的很多 可是英國他們就立了一個法 然後1980幾年 還是1999幾年立了一個法 就是規定藥房不知道怎麼樣 賣這個藥給年輕人 不知道要查 我不知道他那法怎麼定的 但是就是讓人不太容易去買到這個藥 結果這個法一定之後 這種藥物中毒的例子就馬上下降 所以這是一個用立法去糾正這個醫療行為 因為太多病人 太多人因為自殺吃藥 吃了之後肝壞掉 那政府要付很大很大的力量去救他們的肝 找患肝 然後要住ICU要花很多的錢 所以立了法之後 反而讓他們這個馬上這個肝病的這個 因為這個藥物引起的肝病下降 反而是一些其他引起的 其他原因引起的肝衰竭的情況 反而比較增加 所以這個告訴我們不要亂吃藥 尤其是我們國人的風俗習慣 有什麼 就剛剛講的很多 我們還有一個中藥的習慣 所以如果沒有必要的話 盡量不要亂吃藥 維他命這些 我覺得大家還健康牙齒還好 從新鮮的食物裡面去攝取就可以了 那如果有一天牙齒都沒有牙齒 要靠管罐的時候 再補充點維他命也不遲 所以肝病的三部曲 任何的肝病 如果會變成慢性肝病的話 他最後一定會走上肝硬化 一定會走上肝硬化 就是你所有的肝病慢慢的變化 正常的一個肝 然後變成一個慢慢很多的疤痕 我們叫做纖維化 纖維化之後呢 久了之後就會變成肝硬化 肝硬化就看起來裡面表面上很粗糙 一顆一顆的結結 那得到肝硬化之後呢 就會容易得到肝癌 這個是很穩定的 如果肝硬化的病人 大概每年百分之三到五的病人 就百分之四左右 會產生肝癌 沒有辦法預防 但是可以早一點發現 肝病的檢查 我想每一個人做過健康檢查的話 都會拿到一份抽血的報告 因為肝病早期沒有症狀 所以只好靠厌血來檢查 所以肝病的檢查 第一步一定是厌血 那我幾乎每天 幾乎每天都會碰到 有人拿著健康報告來給我們看 有的是診所轉過來的 有的是自己的同事 因為厌血檢查裡面 一定會包括這幾項 就是大家最常見肝臟檢查 一定會包括GPT、GOT 這是過去的名詞 我們現在是叫ALT 它是叫做Liver Transaminase 它是一種酵素 把氨轉到另外一個 正常的血液裡面 為什麼會有這個ALT跟AST 不知道 但是正常人的血液裡面 有這兩個指數 而且這個指數是肝裡面獨特有的 所以用這個來偵測肝臟 我們習慣把它稱為叫做肝功能檢查 每隔大概十幾年 國外他們就會再複習一下肝功能的檢測 今年剛好一月份 美國腸胃科醫學會又提出了一個肝臟 他們不叫肝功能 他說肝功能是一個錯誤的名詞 其實肝功能太多了 我們沒有辦法單單用一個幾項抽血的檢查 來偵測肝功能 所以他叫肝臟的生化學檢查 肝臟的化學檢查 Diver Chemistry 十幾頁的一個新的指引 這一次他把這個身高分成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小於兩倍 小於兩倍 那如果小於兩倍它下面就列出一大堆疾病 或者提幾個常見的疾病 如果在小於兩倍它是叫做正常邊緣 那我們要考慮是不是有脂肪肝 那是不是有急性肝炎 是不是有慢性肝炎 通常小於兩倍不需要處理 也可以觀察 當然你要繼續去檢查它有沒有B型肝炎 C型肝炎 A型肝炎 剛才講的那些肝炎的感染 一長串的病名 那如果是輕微身高 就是兩倍到五倍的身高 前面的那一大堆疾病之外 你再加上藥物 問看看 要把它所有吃的藥物都帶來 而且在我們這個 剛剛講過我們這個社會裡面 我們要問得很仔細 很仔細有沒有吃一些 很多病人認為他吃的不是藥 他吃的只是一些補品 那我們要慢慢的去問 把它問出來 那有很多 有的時候把這個藥物一停掉 它的肝臟就恢復了 慢慢就恢復了 那再來呢 中度的身高 中度的身高 包括五倍到十五倍 五倍到十五倍的話 要前面其他的 前面兩項的疾病之外 你要考慮有沒有中毒 中毒 中毒有一個很有趣的就是 這個法國人他們獨特的 因為法國人他們是不是喜歡吃那個叫做什麼 松露 松露 所以有很多人每天就到森林裡面去採松露 結果有一些毒菇 認不清楚這個毒菇 吃了毒菇之後 所以這個肝病 每一個地區的肝病不一樣 像我們在台灣亞洲 我們這邊是B型肝炎多 中國大陸那邊也是 英國剛才跟大家講的 他們是那個吃藥引起的肝病特別多 結果法國他們因為這個喜歡吃松露 結果法國他們有這個毒菇中毒的情況很多 那再來如果高過十五倍的話 前面的所有考慮之後 就要考慮是不是門爆性肝炎 那再來大量升高 Massive Elevation 如果超過一萬的話 如果我看到這種 我看到十五倍以上的話 我大概就會叫病人趕快去轉醫學中心 準備肝臟移植 那我沒有碰過升高到一萬以上 那麼高的話 趕快也是趕快建議病人去 去這個醫學中心準備肝臟的移植 那現在認為就ALT 我剛剛講的 ALT它主要是在肝臟裡面 所以ALT的身高比較跟肝病有關 那有幾篇研究 就是ALT的身高跟肝病的死亡率相關 ALT的標準值每一個實驗室不一樣 有一些人他的正常值就是比較高 因為這是一個統計 所以是把大部分的人 那現在大部分的實驗室是定在大概40上下 所以大家看看你們的健康檢查表 後面都會有一個正常的範圍 如果超過那個範圍 醫生大概會建議你去做進一步的檢查 體檢之後 我們就是常常接到病人拿著健康檢查 因為不正常所以過來轉到醫院 來做進一步的檢查 那ALT與BMI呈現性相關 那也就是說現在 因為現在脂肪肝比較多 所以BMI如果比較高的話 表示你比較肥胖 肥胖的話這個ALT也會升高 所以剛才講就是未來 大概B型C型這些病毒肝炎能夠控制住之後 未來大概是脂肪肝會比較 會是我們慢性肝炎比較傷腦筋的疾病 再來就是ALT正常不代表完全沒事 有的病人都已經肝硬化了 它的肝細胞大概已經壞死到差不多了 驗血、GOT、GPE都很正常 那還有一點就是ALT比AST比較高一點比較好的 如果你的AST比ALT高 雖然都在正常範圍之內的話 那還是去找一下醫生做進一步的檢查 那另外兩項就是大家在看到你們的健康檢查報告裡面 也很常見的這個有關肝功能方面的 一個叫做鹼性磷酸酶 鹼性磷酸酶在我們身體器官很多地方也存在 那另外它是存在我們的膽小管裡面 所以如果鹼性磷酸酶升高的話 有的時候要懷疑看是不是有膽管的堵塞 那鹼性磷酸酶還存在骨頭裡面、骨骼裡面 所以在青少年他們還在成長的時候 鹼性磷酸酶會比較高一點 如果在青少年驗血驗到這一項高一點的話 並不要擔心 那孕婦高的話也沒有關係 因為它在胎盤裡面也含有這個鹼性磷酸酶 那還有一點就是膽色素 還有一項檢查 這剛剛就是跟大家講的黃膽的一個指數 那膽色素升高的話 要注意看看有沒有膽結石 那所以如果肝功能不正常的話 醫生一定會給你安排做一個腹部超音波檢查 那整體而言 整體而言 就是以台灣的醫療環境來講 超音波目前還是對肝臟檢查最好的一個影像檢查 電腦斷層、核磁共振都不算是 因為要考量費用的關係 所以在台灣大概健保的制度之下 超音波還是一個最好的檢查 這個是大概一兩年前那個肝病基金會 許金川、台大的許金川教授 號召我們去幫他做一項 好像要破金式紀錄的一個超音波檢查 我剛好在一個小房間裡面 那個房間不知道是地底位置 比較適合記者衝進來還是怎麼樣 做的時候 那一天記者 我幾乎在這邊發呆 因為記者一直進來閃光燈 那在台大跟許金川教授學習的時候 常常是在禮拜五 他常常做到七八點 看那個超音波看著眼睛都快花了 就是黑白的螢幕 所以目前如果你的肝功能不正常的話 醫生會幫你安排做超音波 超音波還是 那如果你直接要做正直攝影 什麼核磁共振攝影 那些比較昂貴的攝影 其實不一定好 但是超音波的檢查 是跟這個操作者很相關 比如說我檢查功力 當然就沒有像許金川教授 這麼高深 那麼傑出 但是整體而言 大概超音波還是最無害 而且最好的檢查工具 那最後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我們這個過去的癌亡 癌亡 Cancer King 台灣的癌亡 為什麼講癌亡 因為B型肝炎在我們國人 大概代元率百分之十五 所以過去叫做國病 那從前不知道 這小時候感染 然後成年的時候感染過幾次 慢性肝炎代元 到了五十歲之後就肝硬化 六十歲之後就肝癌 就是肝病的三部曲 慢性肝炎 肝硬化 肝癌 幾乎都是走這個路 那現在知道 大概肝癌它是經過這些病因 這些病因的刺激 刺激之後慢慢變成肝硬化 然後就變成肝癌 那裡面當然有很多很複雜的致病因子 然後癌病前期的變化 然後變成癌病變 那我們可以打破這個循環 在這個之前我們來先治療 B型肝炎 C型肝炎 盡量把這個致病的因子除去 除掉它之後呢 打斷這個步驟 讓它只要再不發炎 它就不會進行到肝硬化 那沒有肝硬化的話 它就發生肝癌的機會就低了 在幾年前肝癌都始終是我們 國人癌症的前一名或是前兩名 跟肺癌一樣 那這幾年肝癌的發生漸漸的減少 大腸癌的發生比較增加 生活的改善吃得比較好之後 大腸癌變得比較多 那所以政府這幾年也是大力在推動 大腸癌的防治 那大腸癌是可以早期發現 那肝癌當然不容易預防 但是早期發現它的治療的選擇比較多 那現在在我工作經驗上 大概每年大概會碰到兩三個 就是來檢查的時候肝臟癌已經十幾公分 已經大概就叫做我們所謂的病入膏肓 沒辦法治療 那有的時候覺得在過去我實習的時候 還有小朋友得肝癌 我記得在實習的時候 好像有一個十幾歲得肝癌的 現在這種兒童癌症幾乎是看不到 因為疫苗的關係 那政府的大力推展 大家早期做肝癌的診斷 我們現在也很少都發現大型的肝癌 所以說一年大概看到兩到三個而已 那有時候想想 也許是我們的工作不利 沒有大力推動這種超音波的檢查 那有的病人他們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自己的肝癌標記 所以所謂肝癌標記就是體檢的時候 去看看驗驗看 你有沒有B型肝癌代源 你的B型肝癌你有沒有抗體 你有沒有C型肝癌這樣 如果有的話定期追蹤 找一點預防 所以這個B型肝癌 這個發現B型肝癌的這個學者 也是在去年還是幾年前過世的 他也得到了諾貝爾獎 因為我們看看B型肝癌跟肝癌的發生 幾乎是重疊 所以這B型肝癌證實是跟癌症有關 跟肝癌有關 幾乎是重疊 非洲地區亞洲地區 都是肝癌耗發的地區 所以B型肝癌是過去的國病 那現在預防到疫苗之後 好像成效還不錯 所以最後跟大家講心肝寶貝 我想常常來教會的人 我們的心都比較柔軟一點 但是希望我們的肝癌 能夠跟心一樣的柔軟 那基本的保養 就是正常的作息 多吃新鮮的食物 因為發霉的食物 也是裡面的毒素 也會造成肝臟的傷害 那最常見的就是一些花生發霉之後 米的發霉之後 產生的黃麴毒素 這個毒素非常的毒 而且很難代謝掉 那一點點的量進入體內 就會對肝臟有很大的傷害 所以盡量吃新鮮的食物 再來呢不要隨便 不要亂服用藥物 那最後就是定期接受檢查 這樣呢希望大家一個小時的時間 讓大家的肝能夠跟心一樣的柔軟 好 謝謝大家 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你說那製病因子裏面B肝吸肝 就是剛剛講這個慢性肝炎嗎 治病因子 你是 這個 對 治病因子 就是HCV HBV 就是B型肝炎 C型肝炎 這個C型肝炎 Hepatitis C Virus 對不起 這個沒有把它寫成打成中文 Hepatitis B Virus 就是B型肝炎 C型肝炎 這是我們造成慢性肝炎最主要的因素 B肝 C肝 毒素跟酒精這幾個 這是我們 毒素這個是一些 就是食物裡面的毒素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還有其他很多因素 我這邊都是只打出比較常見的 其實肝硬化還有一些遺傳的疾病 因為那都很少見 所以在這邊我們 有的疾病 其實我自己在十多年我也沒碰過一兩個病例 那最常見的還是病毒 所以我一開始跟大家介紹 就是最常見的肝病還是慢性肝炎 病毒性肝炎 B型肝炎 C型肝炎 還是我們現在防治治療的最大的重點 生活上 B型肝炎其實大部分是沒有症狀的 你只要定期追蹤就可以了 那如果現在健保有幾副慢性B型肝炎的治療 治療是 剛剛講的可以用藥物控制 但是要符合健保的條件 健保條件就是用慢性的發炎 健保條件的定義是六個月 持續 GOT GPT持續六個月不正常 視註 B型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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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癡呈癡 老人癡呈癡 B型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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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溶性的維他命沒有問題 B型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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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瘦的人也会脂肪肝 脂肪肝最容易形成的原因是糖尿病跟体重过重 所以它跟BMI是相关的 瘦的人其实也会有脂肪肝 但是机会比较小 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糖尿病跟肥胖 那个都不会啦 其实他们年轻人说爆肝 熬夜爆肝 没有科学证据 但是他如果原来有慢性肝炎 比如说他原来有B型肝炎 他熬夜体力不好 那可能会上升 那原来肝好好的熬夜 不过这个年轻人用爆肝这个名词还不错 可以警惕一下 对 就是你脂肪肝的预防就是多运动 然后尽量避免吃油脂的食物 但是 我一般是跟患者说不要紧 爱吃不要紧 运动 脂肪肝如果你的肝功能是正常的话 就按照这个 这个概念 就是它的 就只要追踪就可以了 追踪就可以了 那当然如果你有脂肪肝你想要消失的话 就是多运动 多运动最有效 但是好像最难做到 我们在临床上跟病人讲 就是很多的疾病治疗 第一个都是改变生活 Modify the lifestyle 那这个其实我们同事每个医生都讲 就这一点其实最难做到 如果没有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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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胆囊也是另外一个话题 就胆囊结识 教科书上是写的 你如果胆囊结识的话 有痛过一次 医生会建议你开刀 那如果没有痛你可以 胆囊结识 发生胆囊癌的几率 比正常人高 高多少 一点点 那听说美国太空人 要上太空之前 有胆囊结识的要拿掉 因为那边找医院不方便 那台湾医院很方便 所以痛在 我一般也是跟病人讲痛在说 痛在说 那肝不好的人是容易胆结识 肝硬化的病人他们胆结识发生率大概有两成比正常人高很多 那其实胆结识很多名人都有啊 教宗也有胆结识 美国总统好几任 好几个总统也有胆结识 好像都没有开刀 谢谢啊 我都会 大家有什么见过 你说哪一个B型肝炎吗 B型肝炎 如果自己感染 感染自身产生的抗体 几乎是终身 终身 那但是这一群小朋友啊 就是我刚刚讲 因为我们才民国七十三年才开始打 那这一批小朋友现在都大概三十岁上下 验起来大概好像有一层还两层 有一层左右的人没有产生抗体 那政府是觉得他们如果没有产生抗体 我是觉得如果你从事的是像我们这种危险行业 那要打 那如果你平常很少接触血液的话 不一定需要打 那要打几剂现在也是个讨论问题 那目前认为就再打追加一剂就可以了 不需要从头打三剂 追加一剂就可以了 追加一剂你会产生抗体 但是也许过几年它又会消失 那消失之后要不要再打 目前还没有 因为这疫苗用才三十几年嘛 所以可能还需要长时间再看 谢谢 我平常都会在教会 电话上面 电话簿上面有我的电话 我不是在医院就是在家里 要不然就是在回家的路上 感谢神 也感谢光宗兄 今天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 其实他今天讲的对我来讲 可以说是完全切身 因为他讲的很多事情都花生在我身上 那我相信可能在座的比例应该也不算低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 其实你说干完好如缺 我想应该是机会很低 因为现在的社会是高污染的时代 你会从什么地方做到污染 你自己本身也不知道 比如说现在空气 什么2.5 ppmi 这种东西呼吸久了会怎么样 很难讲 那我想感谢神 就是说书医师他时间掌握得非常好 刚刚还有留了几分钟给大家Q&A 最后我要补充一点 现在刚刚讲那个米开兰基罗 去年我去意大利 我是看的雕像没有错 他讲的我可以印证 的确那雕刻的微妙微俏 血管皮肤 就跟真的人一模一样 那个皮肤就看起来就那么光滑 然后血管都可以看得到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 所以难怪他的作品能够流传万古这样子 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个人的一点小小体验 就是因为我自己曾经 因为我也是米肝代员 我也是米肝代员 那其实我二哥也是因为肝的关系走掉了 那其实肝对我来讲体验非常深刻 所以其实如果在十几年前认识我的 应该知道我那时候的身材 跟现在身材是完全两样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因为有一次我出国回来 然后觉得身体不舒服 结果去医院检查 结果那时候肝指数拉到三百多 我自己吓一跳三百多 那所以当时候就赶快去做治疗 那可是其实最主要是会让我警觉是 因为我觉得我要彻底的改变生活习惯 因为做生意的关系 所以生活做习饮食都不正常 那因为这样子呢 就自己再加上自己本身 我相信刚刚苏医师也提到 这个遗传可能有点关系 因为我们家 我父母的一方 他们的肝就是比较不好 所以我觉得说可能有影响 那在那个时候呢 我就当机立断 就觉得说应该要改变我的生活 如果我不能够改变我的生活 可能呢 我就不能够让我的家人 以后呢 得到保障 所以我在那时候呢 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 那当然我也很感谢我太太 慧珠 就是当然你要改变自己的生活 其实我们说的 说的跟做的 其实完全是两回事情 那当然改变生活 我觉得最简单一点 就是先从饮食生活开始 先从饮食习惯开始改变 我大概半年多下来 在那时候呢 因为那时候很流行 一个叫灵光肠 它很流行一种叫酵素 所以我大量吃酵素 没有 我不是在推荐什么东西 我是在讲我的心得感想 心得分享 就是我吃大量酵素 结果差不多在半年内 我觉得半年内 我大概瘦了大概有将近十公斤 其实瘦下来的感觉 当然真好 那我发现 其实瘦下来的感觉 基本上大概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就是把你身体的 你长期累积在你肠胃里面 那些素便 轻掉 所以我看过一个报道 就是说你大概身体的素便 你要是能够很彻底的轻过一遍的话 大概应该可以最起码 可以少三到五公斤 多的话可以五到十公斤 如果胖的人的话 所以那这个东西 你长期在身体里面 它就不断的一种毒素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体验 那在这边跟各位兄姐做分享 就是说你自己本身 如果觉得你真的是希望说 为了自己好 为了家人好 那我觉得在饮食习惯 在生活习惯 就真的要痛听失痛 下定决心 所以我瘦了以后 我就告诉自己 我不能再胖 可是像我们这种年纪 最大的问题是代谢慢 所以你要吃了又不胖 这个是很难的一个 这个基本上是有点背道而驰 有些人食欲好他多吃 可是吃了以后你代谢又慢 不像年轻人 代谢慢 所以你很难让自己身体 一直维持在一个很好的状态 那我觉得我后来的一个心得就是 你就是要让自己保持一个好的肠胃 肠胃 那你肠胃如果蠕动正常的话 基本上你就可以让你的排泄正常 所以一个原则就是 你吃进多少 你出去多少 你身体没有累积 你的身材大概就可以保持一个 比较基本的一个 一个体态这样子 我非常感谢再次感谢我们的苏医师 我们再次跟他鼓掌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一起祷告 谢谢